我觉得二位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彼此要的未来不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个本身没有对一错之分 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有一个标准 如果女生自己愿意 我放弃出国考研的想法 那我们可能会说 她为这份爱情做了一些取手 但如果从男方的角度 去限制她未来的发展 来换取你们的爱情 在我看来呢 可能就不作为取 女生她有她的梦想 在学生时代来去看一个 上班的一个社会经验丰富的同龄人 对自己来讲是一个莫大的吸引 这是她梦想的一个点 但是呢 你这个点也仅仅是其中一个点 因为她发现了更高的一个点 可能是出国 可能是研究生 但其实我认为 她更多是一种投射 她自己选择留下来 那是她的决定 也是你的魅力 如果她想离开 拦你也拦不住 最后连朋友可能都没得做 所以不如顺其自然 谢谢 你总有一天是管不了她的 之前你的职场经历 你的人生阅历 是你所有站在她面前的资本 但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消失殆尽 总有一天你会管不了她 她始终要奔着自己的方向而去 其实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同样有这样一对男女 女生是本科生 男生是个初中生 只是那个男生太不争气 其实你是争气的 你别一天到晚六生无主 行不行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内心特别自卑 没有 觉得自己学历比她低 有吗 有就有 有一点 但是我认为今时今日 你们是方向和对于生活的要求不一样 还真不是学历上的差别 如果要说学历上的差别 职场当中一样可以历练自己 一样可以以你现在的一个年纪去考本科 一样没有问题 所以真的还是方向不同 不是学历的问题 也不是现在的生活境遇的问题 所以其实如果在生活当中是彼此对于生活的要求和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那彼此在一起会非常累 互相将就 心有不甘 迁就对方自己又没能力 或者又不喜欢 那与其如此不如让对方用自己最适合最舒服的方式生活着 好吧 好 谢谢老师 我其实觉得你们这段感情特别的纯真 就在纯真时代的爱情 你们怎么选择都不为过 出国你就好好出你的国 留下你就好好留下来 都没什么 每个人人生际遇是不一样的 什么自卑不自卑的 生存能力特别强 特别棒 接着顽强地生长下去 还有一点 保持你现在的善良之心 好吗 女生 没有人会拴着你不走 就你真想走 没有人能拴得住你 在我看来只是因为你心里还爱着这个小男生 要不然你早走了 谁拴得住啊 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特别简单 个人想干嘛就干嘛去 你去做国际义工 如果你还爱着他 你们不能微信视频啊 其实方式更多 自己定吧 好吗 祝你们开心